詞曲 李宗盛 其實我並不是台大一畢業就來做導師 只是我一開始有在外商顧問業在科技業待過 那種時候就感覺到說 都是用人人稱線的行業嘛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說 科技可以改善很多人的生活 可是呢我在就是月座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說其實我過得不是這麼快樂 因為我真正喜歡的 就是我新的所向還是在文化的部分 因為我認為文化才是可以去影響整個社會 然後去甚至去撼動整個社會的核心 那這也是我那時候在台大中文系的時候 發現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文化的力量非常非常大 但是大家卻不是很重視它 我覺得我後來去學當道士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就是 我希望這些好的東西被傳下來 就是一個文化傳承 因為我是在一個很傳統的家庭長大的小孩 小時候也是跟著爸媽就拿著香去拜拜啊 可是我都不知道到底為什麼初一十五要拜拜 在台灣社會有一個很奇怪很奇怪的線上 就是說 就是在平常沒事的時候都會覺得 哇你怎麼會去拜拜你有念書的人耶 這不科學 這迷信 那但是呢當自己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反而就是 激激激的去求神拜佛 去 求籤啊去問一些老師 但往往也在這些過程當中 可能會被一些不孝的宗教人士詐騙 所以我認為合理信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一開始 不是導師 我一開始是在做命理師 那 起因是因為 我們自己有不斷地在研究命理相關的東西 然後就發現到說 嗯 命理界有一個很奇妙的情形 就說像 有些老師都會說 你這個人啊 客服啊 或者是說你怎麼樣怎麼樣去做一些批評 可是其實實際上去查閱古書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 古書上面並沒有這種批評的論述 反而都是一些 跟人格特質比較相關的描述 所謂的客服其實在命盤當中 不過就是 他可以這個女生的事業心比較強 然後他很有能力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表述 怎麼會被 就是被 被現在的命理界就是批評得這麼難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後來曾經也遇到很多客戶 不是同志 然後如果說外面的老師跟他說 齁 你如果繼續以這個同志的身份活下去喔 你只能活到30歲 30歲你就會因為你是同志然後死掉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荒唐的事情 所以 我 所以做補師工作室的理念 其實是建立在一個性別平等的情況下 就是我希望說文化是所有人類共享的資產 那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平等跟尊重 每個人都可以去使用這樣子的一個工具去協助自己的生涯規劃 尤其在台灣社會來說 就是宗教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到處就是隨處可及的是 大到小小的公廟啊 大家有遇到事情就會去拜拜這樣子 那 我會覺得說身為一個道教的 成為一個宗教的從業人員 應該都要有一些敏感度跟特質 尤其是說台灣有個現象是 大家遇到事情的時候 往往不會 尤其是跟精神狀況相關 或者是跟生涯規劃相關 往往第一個不會去找精神科或是心理師 而是前往廟裡拜拜 所以我覺得說中小承認人員 應該都要具有這個心理衛生的觀念 以及了解到說如果真的有狀況的時候 應該如何去防治以及轉介 去建立一個助人工作的行為鏈 而不是說只是單純的去 去複製一個儀式一個模式 不是說是很多事情不是擺的就好 人生的組成是有形的行為面 跟無形的運勢面組成的 重要是你要考試 考試要高分 你必須要努力唸書 這是有形的行為面 那除此之外呢 也要有好的考運 這是無形的運勢面 我認為現在道教界的所有人 都是肩負著這個助人工作者的身份 應該要去增強自己對 心理衛生防治的職能 來去正常自己的服務